澎湖的菩萨们人本来就少 年龄都比较大一点 后调上班的 拼经济的 能够出来的就已经全部都出来了 两手打开 脚出来 脚立起来 脚立起来 同个动作 姿势重复再重复 每次练习至少四小时起跳 陈秀炼在心脏开刀后 走路变得缓慢吃力 但九月开始 每一次练习 他准时报到 因为身体的不适合 我可能下一次人家要来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 所以这一次就像师姐跟我们讲的 即使酸 即使痛 即使麻 即使累 就是坚持到最后 每一次练完回来 我看他走路那么吃力 我都会觉得很心疼 但是也是用祝福的一个心态 上人说的有怨有利 他想要做 他就是会全力以赴去做 想做就要做到最好 澎湖今年有十一位志工参加演艺 一周两次彩排 还要跟观光客抢机票 参加跨海集训 澎湖机票真的很难买 加上观光 我们都要提前一个月讲 我们这样来回 一趟机票前就要三千块 回机票前 我们不要讲多十次来算 我们就要花费交通费就要三万 我们在那边只能练我们自己 比较细部的 比如说手语的部分 我们在那边就练 那来这边就是跟大家一起配对心 千万人下 三想一号 知识活在圈栽 这是举导的凝聚力 没有丰沛资源 他们要做自己最有力的后盾 其实我是等于不请自私 因为我对于这个进藏 这个方面我其实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会自己可能就是 比较认真去学 当地的师姐们他们也不嫌弃 所以我会 我那时候就会自告奋勇来教 我们怕忘记 我们没有跑过地标 还有用松井带的 把它缝起来 然后就把这些放在 它没有抄 它们不抄在手上 那是抄在松井带上面 要用心 不然真的我们怕跟不上 手上的纸条 不知道翻阅多少次 斑驳折痕是用心的证明 才能成就团体之美 大爱新闻 吕思轩 余国伟 蔡秋队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